全唐诗卷27943 长安春望 卢伦 东风吹雨过青山 却望千门草色弦 家在梦中何日到 春生江上几人寰 川园缭绕浮云外 宫阙森丝落罩间 谁念围如冯氏难 独将衰殡客秦关 全唐诗卷27943 长安春望 卢伦 东风吹雨过青山 却望千门草色弦 家在梦中何日到 春生江上几人寰 川园缭绕浮云外 宫阙参丝落罩间 谁念围如冯氏难 独将衰殡客秦关 这首诗大致的意思是 东风吹过 微微春雨洒过青山 登高远望 长安城中房舍叠障 草色咸咸 固员就在梦中 可是何时才能归还 东去春来 将上传来传往 有几人得以还家 长安城外 河流原野纵横交错 一直延伸到天边浮云之外 长安城中 宫阙森丝错落 笼罩在一片残阳之中 又有谁理解我这位读书人 生逢乱世 孤身一人 满头白发 形容憔悴 漂泊流浪在 荒远的秦关 卢伦自允延河 河中蒲县 祖籍范阳浊县 出身 卢阳范氏 出身 范阳卢氏 北祖第四皇 是北魏 冀州刺史 光禄大夫 卢尚之的后人 唐代诗人 诗大才子之一 唐玄宗天保末年 举晋氏 遇乱不地 唐代宗朝又应举 吕氏不地 大历六年 经宰相袁宰 举荐 受违相卫 后由宰相 王晋 建为 吉贤学士 秘书省教书郎 生监察御史 出使 陕州护曹 河南密宪令 之后元宰王晋获罪 遭到牵连 唐德宗朝 复为 昭映宪令 出任河中元帅 魂贤府 判官 官至 剪教户部郎中 不久去世 东风吹雨 过青山 却望 千门草色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